第一个话题完了 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通关了 我似乎迟了 没什么心机理他 这两天多事 又要那个二德图事件 应该都讲一讲 到最后我讲一讲 袁巴那档事件成立了 说了几句 现在决心通关 半放弃通关内地 全放弃怎么半放弃 还有人拿着什么中港通 那些就是人道理由 因为有家庭有物业在里面 那些的时候就管他几天 你喜欢上去抖车 でも 심得 too bunu 吃隔天是好喝 你不能跟外国的商家 摩根士丹的那些 那个来香港的时候 无缓 passing you 7天 因素 amb you 咱们西子 将去戴巨运 reg signing up you 她们都要打枝 End RNA 把你打三枝 我跟你说 人家立刻抖 掉头走 别忘记了 还在研究 十一月作为死线 一八九十 多三个月你看看 四五六七 三四五六七 五个月了 我已经习惯了不出去吃饭了 不用跟我紧张 我绝不紧张 我都不知道多愉快 而且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 当然了 昨天又死了四千多人 你有没有留意竹军第一次 因为十个人死都是没打针的 所以竹军登港 其他日子你要明白就是这样 有打针又死 没打针又死 他就不肯说 今天十个人都没打针 又是长者 就说你听 打针啊 记得打针啊 证明打针就多紧张 死少些人 总之就消了完 竹军说 还有 那十个人怎么死的 他不肯打针是什么理由 是好像岸伯那么还劣的老爷 还是根本他就全身病痛 打针会死的 所以他不敢打 那你给些资料来好不好 或者你给个名字 让记者去访问好不好 为什么不打针啊 为什么不打针啊 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阿伯 你那个阿伯为什么家里的死了啊 又三高又这样那样 不肯打得针 结果都能打到 那就死了了 是不是 是这样的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的 我猜的 因为你看他平时不说哪个比例死 突然说给你十个人都没打针 还说老爷 打针多重要啊 老爷们 给你一个错觉 你怎么说到这样的 你想想 我就觉得是了 我没有证据 你猜到他们是这样的 只要官有空没事 上面说要打针啊 他们千方百计把所有资料堆砌到 打针很重要 不打针就害死人 又害死自己 堆砌而已 那你信就有你了 那十一月作为死线呢 这个是大问题来的 因为针药未到 是吧 大家都没理由这么早打 老实实 年底嘛 西方那些可能来了 但是他可能不入住了 要等国药啊 和阿努恐凡艺略那档东西啊 那些生意嘛 每个人都打了外国的东西啊 或者不够了 买不到啊 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啊 总之我究竟十月怎样应付疫苗通行症过了期了 现在已经过期了 不好意思 五月尾打完嘛 六月七月两个月了 你不是五月三日打的嘛 所以大多数人已经够三針 甚至三針已经有三个月了 理论上没有效了 他还说有效有效 要有效到二零四七你都会死少些 你估他够不够胆这么说呢 欧次有些研究 有些数据映示 打个针是难死一些的 那么 总之是想你打针啦 那么现在十一月先死了 原来因为十一月有两个重要党 金管局就要去大型峰会 还有阿超去APEX 是不是 十大型峰会 希望吸引全球银行家人士参加 那就是聚焦在大型的会议 那么你来到你香港 要拿健康码 你就扑街啦 你要打针的 那么非常重要 还有失日篮球赛 忘记了阿超要去APEX? 去APEX不关系 是不是 去到APEX 人家笑咬你嘛 我说你这样的 我怎么来你这儿做生意 APEX就是要引人来做生意嘛 去到人家吵咬你 说了话 我怎么来啊 阿哥 我来我的商家不来 我逼他 你以为我好像你的政府这么好事 可以逼公民做这样做那样 怎么租资市民都可以的 我们不行的嘛 我们只能反映商人的意见 消异议键说你们香港干嘛 干什么呢 搞那么不关系 面膜的回来 阿超 先看我 展示香港的国际魅力 只能成功不可以失败 一定失败 如果你现在不大幅放宽 你现在一个月内 要全部分几个阶段 全部放空 至于疫苗通行症那些当然水烧了 至于红罗马都要弄 都要弄 好像已经限了只要染疫那些人才要弄 其他人不用拿 安十三行 不用要 废了 总之我的标准就是我可以去 填字都不用 去街市 我可以查一下 你就成功了 你的检疫就成功了 阿伯的标准就是这么简单 要不然你就会去街市 很肯定 我看你死还是饿死 我真的不害怕 大家都是 老爷 各位老爷 你只想想这个仆街共产党比我差很多 我真的不紧张 生活不变而已 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 人说人量之余 只剩2千亿 那些其实不是 两千亿 四千亿分别不是很大的 主要就是 你看前景 最惨的就是 望不见头的阴暗环境 还有你的生意没了 那些人会再回来 现在还可能越来越难回头的 去了越南 那些厂都去了越南 那些中小企都去了越南 跟着那些大制作的工厂去了印度 金融去了新加坡 人家已经开始上班了 在那里找了学校读书 香港的金融人才去了新加坡 你还想开回它吗 现在还在研究9月3日至5日 缩短这个限期 商台消息 缩短来香港的减疫 减疫 所以真是浪费 两难 其实很多资料的 谭月中也认了 11月通关死线的消息 不是的 不过就应该考虑放宽 学平后管控很重要 越快越好 至于跟内地通关 内地的疫情就犯了 要求内地只可以放香港 不着急 坐起来也别傻了 不要上去了 目的是放大配额 学童特别安排 香港疫站等转转 昨天是不是有些猛人 我不会记得他的名字了 议员 提議你杀下不用了 你叫内地的学生来读书 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几天 听到这个说法 朝内地的学生来读书 你说他来读中学还是大学 大学都要国安法 我想停的 不过小事了 现在变成要别人读国安法 什么什么什么 教育学院好像说 搜个擠进去 不要读人不得业 你都猛的 你知不知道香港有三成人 现在不是中国人来的 我意思是他有外籍 其实早就知道了 真是红骚绿眼的 其实印花等了 大约离离去都是5-6% 从来都是 现在都是 那些你不理他了 没有 但是有两成到三成是已经移民 加拿大回来 现在灾汇很多人走了 几十万了 如果他回来 他都不愧是 那些小孩在香港读书 你叫他唱什么国歌 他说我加拿大的 为什么不同记 那些人不高兴 可能你这么小事回来遭遇 你来到中国 当然要遭遇 人家可能因5小事不回来 不肯回流 世界就是这样的 子女是宝贝来的 比你这么乱教 乱租质 搞到要跳舞 跳中字舞 还有他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 那些子女都是加拿大公民 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不知道 香港人也是 去到英国 博丁学校都读中学 唱过歌 你贵妹 为什么你不唱 为什么要唱 过来读中学 为什么要唱你的国歌 有些这样的 你明白吗 你反过来就明白 为什么要唱过 慈拉 慈拉 那么 大陆当然是 但是香港的 香港不是的 天有女王的 我本来都听过 以往我讲的 已经说过几十年前 但是那时候回来也有些民族意识 英国人 就走了 那些孩子 我真的在英国跟那些人说 我不唱啊 他读中学 那些鬼妹 为什么你不唱啊 我都以为是同一个国家 不是啊 我香港来的 是中国来的 我都是中国人来的 不唱啊 你都明白了 反过来想 人家来到香港 我来找食 打工而已 我对你有贡献就行了 有交税 有贡献就算交税了 我已经移民了 我回来香港 又叫做贡献一下国家 现在都算是血浓于水 又爱我香港这个国家 李嘉超说而已 香港这个国家 我们心爱香港这个国家 我们心爱这个国家 是不是 既然是这样 就回来咯 做那么多形式主义 你不觉得人家 害人家的feeling 害人家的feeling 不高兴 不会不回来咯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 这些东西 一句这么简单 你问我 阿伯 你说过公道话 你以前都是大中华 我是大中华 那时候我都不赞成这么搞 是不是 你 伤害人家的感情就已经不对了 你尊重一下人 行不行 是不是 这么简单 好 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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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限着不要说到 限着不要说到五十分钟 还是四字头 好 完啦 是不是 好 完啦 完啦 好 完啦 好 完啦